有国安高层人士透露说国安局近期动支了2000多万元 进行数据网络征搜系统 还有网际网络讯息监看系统等等两项的采购案 那么由于朝野对于是不是被监听监控还存在着疑虑 这不仅加深对国安情治当局的不信任感 立委也质疑你在大选前花费这么大笔的预算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他们认为是不是对全民监听也替马总统选举护航呢 今天立委炮声浓浓 电影《全民公地》中主角走到哪都被监听的场景 难道会在台湾现实生活中上演吗 原来国安局在今年度编列预算采购网络新仪器 其中一套叫网络监看系统花费100多万 主要功能可以快速检索国内外重要讯息 另外一套叫网络征搜系统主要是强化卫星讯号解译功能 但民进党立委却质疑国安局在大选前花费大笔预算 也有用心 国安他编列的预算是为了要总统选举的监控 那我觉得这会让人质疑 那是不是会轮回监视不同政党的这个意图 采购新仪器是不是对全民监听替马总统选举护航 立委炮声隆隆 对此官局发出新闻稿澄清 强调不参与不介入不干预选举 也没有进行与情报任务无关的监听 但新兴网络市场已经成了选举蓝绿抢攻地盘 马总统就曾公开表态网军能定成败 网络已经成了蓝绿抢攻选票的重要地方 有关胜负 也难怪国安局在大选前花钱采购秘密武器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这里就杨冬奸宣伙好 台北报道